大家好,我是依修哥 欢迎来到每日依修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维修培训第26课 由于数据加密错误 这个废话将结束 请从新连接远程计算机 这个应该是连接远程桌面的时候报错 就是使用这个 命令运行里面可以操作这个 就可以看得到 解决这个问题就按照以下步骤 先启用注册表 注册表就是在开始 运行 IGDIT 然后找到以下这个选项 比如说 这个地方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在这上面 冰石就比较好 可能在这个地方可以直接 直接给它 我看啊 粘贴一下看会怎么样 粘贴它就自动跑到这个地方 跑到这个地方 然后在这边 在这个项目以下 就在现在这个项目以下 删除这个 但是我这边好像没有 这个这个 都没有 这个位置是没有错 从这上面看位置 应该是没错 就是在这个边 没有 然后删除完之后 退出注册表编辑器 然后重启 就是说把这个 底下这几个选项 删除一下值 然后退出 然后退出完之后 重新启动电脑 会自动生成 再次连接 就OK 就OK了 好 我们再看 这底下 把这个删除了 电脑外设 网络 维修 小技巧 开机系统提示这个 白洛克非复需要输入非复的密实如何解决 如果开机的时候 这个白洛克非复输入 这个界面 在界面中可以看到 红色这底下有个 就这个位置啊 你在 就这个位置 给他复制一下 他登录才行 那我暂时就不复制了 你可以用这个复制到浏览器里面 然后打开 连接到 另外一台登录 您的微软账号 就是到另外一台电脑上面 你现在开不了极的 你只能到另外一台 输入完之后 他会提示 密使主机板定的微软账号 就是你当时那台电脑 开机的时候 微软账号 WIN10系统 Office 起火室注册使用的微软账号 而WIN11就是 首次示范 什么叫示范式的 就是 相当于 你把这个 笔记本 或者电脑买来 他厂家有预装的系统 你第一次登录的时候 你当时登录的时候 注册的 或者是已经使用过的 那个微软账号 就可以登录到 刚才这上面 BuyLock的飞呼密室 输入那个账号 可能会看到多种密室和设备对应的名称 这边就是你的 是哪个设备 这边对应的设备 应该是你的计算机名字 然后面有这个密室 而且一台计算机上面 有可能也有好几个 比如说他每一个硬盘 他对每一个分区 他对应一个 所以你要看清楚 然后 你就 把这个 后面这个 这些串 这个差不多应该是30位 123456 应该还有 30位到40位的样子 可能5840 还是什么 纯数字 都是数字 中间有减 中间这个减号也要出进来了 给他输号了 登录完微软账号查询不到这个 那就说明 请尝试其他 大概率 就当前 绑定的这个什么 WATCHER被冻结 导致无法获解 大概率是当前微软账号绑定的这个ONE TRILL 这个就是微软的语音啊 被冻结了 无法获得该密室 当微软账号绑定这个被冻结时需要用手机下载这个ONE TRILL 使这个被冻结的账号登后点击取消冻结 进行解冻 哦 如果说他请尝就是说 请尝试其他的UIL UIL的意思就是请尝试其他网页 网南网页 他这边讲了你在手机上 取消冻结 关去啊手机上面啊 如果微软账号绑定手机号 请用手机收到解冻的短信或者是微软账号未绑定的手机号进入微软账号 好好登录的邮箱解冻信息 然后再登录到 网址链接查询密码 再查到这个 所以说你前面还有一个有可能还存在解冻的问题 先解冻 解冻就是先下载手机 ONE TRILL APP就是微软云的这个APP 装完在这里面来操作 先解冻了 不然的话他说 进入到邮箱去查询 如果你没有手机号的话 进到板定的邮箱 如果设备是公司内网或者是预下使用 请联系管理人查询 非复密室 预的话还是比较特别 还有这个内网的话 实输入密室进行系统桌面后 可以点开设置 开始运行 然后里面有个设备加密 设备加密 然后给它进行关闭就可以了 避免以后再出现同样的情况 这是开的 等一下这边就可以关掉 休息一会儿 我们马上就回来了